电影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名场面 在爆炸前的一瞬间 男主飞身一跃躲到了汽车后面 而女主附近刚好有一面砖墙 与此同时 他们的同伴也在垃圾桶里逃过了一劫 难道这些常见的东西真的可以避免爆炸的伤害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来到了熟悉的爆炸试验场 并决定用1.36公斤的C4炸药进行实验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测试C4爆炸的杀伤力 托瑞在爆炸点周围不同距离上 如果压力大于这个值 磨片就会破损 则代表人会受伤 而另一种能承受52万帕的压力 一旦磨片出现了破裂 意味着人会当场开袭 海力将C4放置在中心位置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引爆了炸药 强烈的爆炸让周围扬起大量灰尘 随后通过对传感器的检查他们发现 致死磨片在3米之内全部破裂 而智商磨片破裂最远的位置在6米处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爆炸规模下 6米之内会严重受伤 而3米之内则必定开袭 那如果在这两个距离下摆放常见的物品 躲在后面会不会就能逃过一截呢 下面他们将邻居吃饭的两个木桌搬到了试验场 并分别放置在距离爆炸点3米和6米的位置 然后在桌子后固定了冲击波压力传感器 而为了检测爆炸可能带来的致命碎片 同时也在后面安排了泡沫假人 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引爆了C4炸药 而等烟尘散去 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虽然致死去的木桌当场就被炸碎了 可传感器的磨片却依然完好 这就说明木桌吸收了致命的冲击波 尽管爆炸产生了很多碎片 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当场开袭 而6米外的家伙就无庸置疑了 木桌只是被震散 传感器更没有破裂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那如果将木桌换成汽车 防爆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之后他们又弄来了两辆不要钱的汽车 并且分别布置在3米和6米的位置 然后同样将泡沫假人和压力传感器放置在汽车的后面 而为了确认在汽车的保护下 致死区还会不会造成伤害 于是他们在3米处增加了智商磨片的传感器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格兰引爆了C4炸药 这次爆炸的破坏力似乎更大 智商区的汽车玻璃全部震碎 甚至轮胎也被冲击波撕裂 但令人惊讶的是 在汽车的保护下 传感器磨片居然完好无损 而致死区的汽车就更加惨烈 但幸运的是 躲在后面的人依然可以回家吃饭 所以 汽车同样能阻挡爆炸带来的致命冲击波 那垃圾箱又是否能起到防暴的效果呢 下面他们偷偷将路边的垃圾箱搬到了试验场 在插车的帮助下 垃圾箱放置在距离爆炸点3米和6米的位置 和之前的实验一样 凯莉将两种压力传感器分别固定在中央 并把泡沫假人也放置在垃圾箱内 而垃圾箱除了没有顶带 几乎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由于铁箱内部有坚硬的墙壁 冲击波会沿着顶部的边缘发生掩射 从而增大内部压强 如果能量叠加 很可能会造成更致命的伤害 看起来这种方法简直就是脑袋 可事实又是怎样了 随着爆炸的响起 垃圾箱产生了剧烈的震动 但3米处的致死传感器并没有破裂 并且6米处的传感器也依然完好 所以在垃圾箱的保护下 人在治伤区域会毫发无伤 而在致死区域也不会当场开袭 最后他们测试的是水泥砖墙 这次的防暴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但由于经费的限制 他们只能建造一面水泥墙 所以首先进行的是较远距离的爆炸测试 而经过两次实验的对比 他们惊讶地发现 因为水泥墙的保护 不管是在治伤区还是致死区 所有传感器磨片都没有破碎 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在3米处的水泥墙完全倒塌 钢头皮鞋比普通鞋子还要危险 因为当重物砸在上面时 里面的钢板会斩断你的脚趾 而隔壁老王就因为这样变得行动不便 害得评论区的粉丝要天天照顾王嫂 为了验证钢头皮鞋是否更加危险 亚当买来了各种规格的钢头皮鞋 并决定穿着他们进行实验 而吉米则利用钢条打造了一个砍头神器 实验时只要将脚放进装置下方 然后通过释放上面的重物就能模拟意外情况 但两人都不愿意用自己的脚进行实验 于是亚当决定制作一个仿真人脚 他剃掉了自己三尺长的腿毛 然后均匀涂上调制好的藻胶 并在外面包裹上石膏绷盖作为固定 等石膏变硬之后他取下了模具 接着在模具里灌入西胶 这样就做出了脚的模型 之后他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石膏母模 而为了模拟人体脚趾的骨头结构 他们尝试了多种材料 但最终选择了利用真人脚骨为模型 铺膜后胶上树枝材料制作了仿真脚骨 再点上热绒胶来模拟基件 最后他们将脚骨放进石膏母模中 填充好组织替代胶后 仿真人脚就做好了 为了实验更加严谨 他们给仿真脚套上袜子后穿上了裆头皮鞋 接下来将要进行砍头实验 看裆头皮鞋在多大的撞击力下 能砍断人的脚趾头 首先他们在0.9米的高度 释放了34公斤重物 但鞋子似乎并没有产生变形 脚趾也没受到任何伤害 只是表面的皮革被压扁了 于是亚当将重物增加到了180公斤 即使重量已经达到了最高 可钢片依然没有被压扁 亚当取出里面的仿真脚 发现脚拇指的骨头发生了轻微断裂 但并没有出现整个脚趾被斩断的情况 为了把里面的仿真脚砸得细巴烂 他们将重物的释放高度调整到1.8米 这次又能否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呢 当亚当拔下释放的绳索 鞋子前端已经完全被压扁 随后他们对鞋子进行解剖时发现 虽然每个脚趾都严重受伤 但依然保持完整 并且里面的钢片也不会达到切断脚趾的程度 而如果穿的是普通鞋子 在如此大的撞击力下 估计脚趾头连扎都没了 所以钢头皮鞋一般不会切断人的脚趾 并且它的安全性是普通鞋子的5倍 但即便这样 也不建议大家用自己的脚尝试 据说被埋在棺材里的人 可以击破棺材逃出来 而电影里就有这样情节 女主被埋在地下6英尺处 她用寸拳打开了棺材袋 然后扒开泥土逃出生天 可现实中有这样的可能吗 刘延祖打算亲自验证 按照棺材大小可以推断 里面的人只有3英寸的挥拳空间 所以首先得知道 人在3英寸下出拳有多少力道 为此格兰设计出一种感应装置 通过电脑能计算出拳头的力度 经过测试 托瑞正常出拳的力道是1430磅 而3英寸下就只有781磅 但电影里女主是个练武之人 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位职业拳击手 通过测试 拳击手正常出拳能打出7144磅 但在模拟的棺材里 最高也只有1482磅的场景 这又能否击破棺材盖呢 凯莉用木板制作了一个 和电影里相同规格的棺材 并且木板的厚度达到了1英寸 为了能观察里面的情况 棺材的一侧采用了透明玻璃 他们打算在棺材上面掩盖6英尺的泥土 但没有人愿意尝试这样的实验 无奈格兰制作了可以自动出拳的机器人 并将出拳的力度调整到拳手的力度范围 第一次实验将在没有泥土的室内进行 经过推算 棺材里的空气只能够让人使出600次的拳击 也就是说 如果机器人在600次之后没能将棺材打开 那你就只能等死了 盖上棺材测试正式开始 令人惊讶的是 第一次出拳就将棺材盖打出裂缝 之后按照每分钟20次的频率击打 但过了30分钟也没能将棺材击破 看来人是无法将这个棺材盖打开的 但如果将棺材埋进6英寸深的泥土中 棺材将会承受16000磅的压力 这样会不会让棺材更容易击破呢 接下来的实验将更加精心动魄 他们将棺材改成活动式的 并将6英尺深的泥土塞在上方的盒子中 一切准备就绪后 格兰启动机器拳头的开关 虽然棺材被击出裂缝 但却始终没能击穿 看来人是无法从被埋的棺材里打开棺材的 但托瑞还想要进行最后一次测试 假如被埋的人打开了棺材盖 又能否徒手扒开6英寸的土淘出生田 三人对棺材进行了重新设计 将棺材做成可滑动设计 为保证安全 棺材的底部留有逃生们 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失灵 托瑞穿上防压服并戴上面罩 首先从两英尺的泥土开始实验 当打开上方的滑板时 泥土开始灌入棺材 幸好托瑞第一时间推开了身上的泥土 这样上方就出现了足够的活动空间 通过不断调整身体 最后轻松地扒开泥土从里面爬了出来 但如果换成6英寸的泥土 人还能逃出来吗 接下来的实验由格兰完成 但为了不被真的活埋 他选择了坐在棺材中 当上面的滑板缓缓打开 数吨重的泥土倾泻而下 瞬间将格兰埋的只剩下一个头 紧接着整个棺材都被挤爆 很明显 如果是格兰躺着测试 估计这将是最后一期节目 所以 没死千万别把自己埋进棺材